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北京时间12月18日,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火箭主场对阵爵士。 首节比赛,哈登拿到9分,戈登8分,火箭25比23领先2分。 次节比赛火箭10比0开局,爵士接近5分钟没得分,半场火箭50比37领先13分。 第三节爵士一度反超,哈登连续拿到9分稳住局势,单节16分,三节后火箭83比713领先10分。 决胜节,爵士又一次追平。 哈登的连续关键三分标中,火箭102比97击败爵士,拿下4连胜。 球员数据,火箭哈登47分5次助攻5个抢断和5个篮板,保罗11分9次助攻4个抢断,卡佩拉5分。 14个篮板,塔克16分,哥登12分。 爵士米切尔23分8个篮板5次助攻,卢比奥12分4次助攻,哥贝尔18分13个篮板,克劳德14分10个篮板。 火箭三连胜后,排名上升到西部第11,爵士近10场比。 赛五胜五负,排名第13。 本场是双方本赛季第三次交手,前两次对决火箭都输给爵士。 就在本场比赛前,火箭官方宣布裁掉中国球员周琪。 本场比赛恩尼斯继续缺席,哥登首发,爵士克劳德首发。 首节比赛,塔克先命中3分,米切尔被卡佩拉送上大帽,哥登3分命中。 火箭开局6比0。 卢比奥上篮打进,哥登冲击篮框得手,爵士暂停。 暂停后,卡佩拉再次封盖米切尔,克劳德造反归两。 罚权重,哈登同样是两罚权重,哥贝尔报扣得手,塔克和哥登又连中3分, 英格尔斯和哥贝尔冲击篮下连续得分,克劳德命中3分,爵士追到15比16。 哈登杀篮下得手,卢比奥中投还击,科沃尔三罚两中,爵士反超1分。 哈登连续冲击篮下拿到5分,豪斯中投命中,火箭25比20领先5分。 罗伊斯奥尼尔三分命中,首节火箭25比23领先2分。 次节比赛,哥登两罚权重,耐克。 命中3分,爵士连续进攻不中,接近5分钟没有得分。 哈登打成21后又两罚权重,火箭35比23领先12分,打出10比0的开局。 卢比奥的三分终于宁重,爵士打破得分荒,米歇尔二次进攻得手,爱赫萨姆上篮打进,爵士连锥7分。 哈登连拿4分,米歇尔送出爆扣,内内两罚权重,塔克标重3分, 保罗上篮得手,火箭46比32领先14分。 暂停后,保罗两罚权重,哥登来下打。 进,火箭领先18分。 英格尔斯三分止血,卢比奥中投命中,两节之后火箭50比37领先13分。 第三节比赛,克劳德命中3分,哈登突破爆扣,米歇尔两罚权重后又命中3分, 克劳德更是打成3-1,爵士打出12比2的攻势,追到49比52之差3分。 哈登造范规两罚权重,塔克上篮打进,米歇尔强硬冲内线打成, 卡佩拉两罚一中,本场首次得分。 米歇尔又标中3分,克劳德两罚权重,分差只有一分。 暂停后,哥贝尔两罚权重,爵士反超。 关键时刻,哈登打成21,哥贝尔补扣得手,哈登又打成21, 外线3分也进,火箭66比60稳住局势。 暂停后米歇尔上篮打进,卡佩拉拦下终于命中, 哈登起飞报扣哥贝尔,塔克的3分命中, 爵士又被吹技术犯规,火箭74比64领先10分。 费沃斯两罚一中,科沃尔命中3分,豪斯送出弹帽, 卡佩拉上篮打进,火箭。 哥贝尔对哈登散规,引起哈登不满,两人发生推嗓。 哥贝尔报扣追分,保罗上篮打进,火箭94比90领先4分。 暂停后,米歇尔上篮打进,哥贝尔补拦得手,追平。 决胜时刻,哈登的3分标中,保罗抢断, 哈登3分造犯规三罚两中,火箭领先5分。 米歇尔3分造哥登犯规,裁判的判罚引起火箭球员不满。 米歇尔三罚权重,哈登的3分标中,大心脏,霸气十足。 最终,火箭102比97击。 败爵士,取得4连胜。 火箭首发,保罗、哈登、哥登、塔克、卡佩拉爵士首发, 卢比奥、米歇尔、英格尔斯、克劳德、戈贝尔。